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女人来说 平日里与其他异性相处 骨子里总会带着些许的骄傲 只要是对方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人 就不会表露出太多的热情 一来是不想在不相干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二来是不想用笑脸给对方自作多情的机会 可以这样说 女人对男人没有好感就冷淡疏离 有好感才愿意笑脸相迎 所以通过女人对男人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对那人到底有几分在乎 女人只是单纯的欣赏一个人的时候 往往不会太主动 那个人的存在还不足以让他放下自尊和刚傲 所以他通常会选择顺其自然 可这样待人的形式风格 终有一天会因为他对某个人疯狂的喜欢而发生转变 对某个人着迷到不行 不想因为自己的害羞错过对方 于是都会在深思熟虑之后开始有所行动 想要告诉你 女人这样的主动其实是喜欢你的信号 热烈你 他宁愿放下骨子里的矜持和焦跪 宁愿先做为爱奔赴的那个人 对现在他的而言 你就是他的方向 他的指引 他的牵挂 他的心思 你能否懂得 一 主动与你聊天 打听你的生活 女人很少会因为一时兴起而给某个异性发消息 在主动着你之前 她的内心其实已经前思后想许久了 很喜欢你这种难以自控的动情 但她实在没有办法不去打扰你 即便是亲亲的一句在吗 其中也藏着她诸多的棋盘 她知道你们的关系还不太熟 所以只能用最普通的开场牌向你问候 继而焦急的等待着你的回复 你若给予了她及时的回应 她便会不断追问你的一切 从你的性格到你的生活乃至你的交际圈子 她都想要去了解 她对你的好奇心越大 说明你对她的吸引力越大 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 她都不愿意错过 显然她是想进入到你的世界中来 二 主动向你靠近 与你进行互动 喜欢一个人光是和对方聊天 并不能让当事人感觉满足 她当然也不例外 从爱上你的那刻起 她就不只是想与你聊聊天这么简单 她除了想要了解你的生活 还想与你有更加亲密的互动 比如与你当面说话 与你好好相处 与你相互陪伴 心里有了这样的渴望 行为上自然会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每当你们身处同一个空间 你会发现 她总会找出各种理由 与你产生交集 要么主动与你搭讪 要么寻求帮助 更重要的是 她回回都是笑意盈盈的 出现在你的眼前 提凡在你的世界亮相 把自己的温柔美丽的一面给你看 这说明 她有在故意吸引你的关注 三 主动给你关心 让你感觉温暖 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 与女人而言 说我爱你也许很难 但关心一个人 却不是那么难做到 与你相处时 她因为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所以总是比旁人更清楚你的遭遇 你遇到困难 她就立马叫你安慰 你心情不好 她就叮嘱你 要照顾好自己 千万不要觉得 她这些暖心的举动 是一种客气 因为没有哪个女人 会把心思 放在自己不在乎的人身上 她愿意主动对你好 这意味着 她想用自己的努力 让你变得快乐 从来没有哪个人 能让她变得如此体贴 你是她的例外 亦是她的偏爱 她给你的温暖 就是她深情的见证 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 能比爱情 更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了 作为女人来讲 心里没有喜欢的人时 倒还可以活得云淡风轻 可以但她心里有了在意的人 想拥有的人 那她势必会在爱意的趋势下 一点点变得主动 开始只是主动找你聊天 后来会主动走进你的身边 最后会主动将你贴心关心 这些点点滴滴付出 见证了她的内心 想被你关注 想出现在你的眼里 更想被你放在心间 这样一个她 你会喜欢吗 若你对她有好感 那你真的应该庆幸 这场遇见 我应她的主动 她默默喜欢了你好久 接下来 该你为这份感情 添砖加拉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了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